大家好,我是多文大叔 这是一个介绍各种流行与棒球资讯的频道 观赏影片前,也请先订阅我的频道哦 您的支持是我前进的动力 2023年5月17日,18日 林沐城也达成跨场连续三打席开轰 成为美国职棒大联盟日级选手第一人 今年虽然阴商4月中才开始上场 但是打击手感极佳 目前初赛36场,累积6发拳雷达 打击62x93,担任小熊队的第四棒 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这位去年挑战大联盟 有着圣斗士心思 日本尊于支撑了强达者林沐城也的故事 林沐城也出生于1994年8月18日东京都荒川区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参加硬式棒球队 入团初期,相较于其他选手 他的体格较为高大,脚成于球数也快 因此,在很早的阶段就展现出棒球才能 并参与高年级生的比赛 到小学六年级时 他已经成为了球队的主力投手 但他的球速过快 以至于比他小一岁的正式捕手都常常无法接住林沐的球 中学时期加入了荒川的硬式棒球队 并成为主力选手 曾经带领球队达到全国八强 然而,林沐因为学业成绩不佳 让学校的老师对此感到头疼 但由于他对棒球十分热爱 在棒球活动上就非常认真 绝对不会对教练顶嘴 林沐在深入高中时 受到了来自东京约40所的高中邀请 但由于小时候,父亲与当时二松学舍大学 附属高中的棒球队教练认识 经常去这所高中的练习 其实在他小学时期 这所学校的四元胜冷教练就曾对他说过 等你高中了就来我们这里吧 这句话他似乎一直记在心里 其实很多其他学校的邀请 他也坚持要去二松学舍 从一年级秋季开始担任投手 就可以投出146公里的诉求 很快就成为主力球员 但高中的年级和三年级 球队都在夏季比赛中的 东东晋大赛的准决赛中被淘汰 因此球队都没有参加过甲子圆 但他单单打击者的表现更胜投手 在对外的比赛中总共集出了43次拳雷达 展现极佳的打击技巧和天赋 他也有着惊人的跑累速度 50公尺赛跑最快记录为5秒8 他的强力技巧和敏捷的跑累能力 让他成为球队的得分机器 同时他也展现出优秀的防守技巧 能够在外野和内野都发挥得很出色 是一位走攻守三拍子的球员 吸引了许多球探的目光 广岛对球探尾情佳绩 对于林木成野的打击能力 和跑累能力有极高评价 因此在2012年10月25日举行的选秀大会上 他被广岛以第二顺位殖民 以内野手的身份 6000万日元的签约金和600万日元的年薪 加入了球队 球一号码是51 这也是林木从小就憧憬的号码 也就是林木一朗所使用的号码 林木在2013年的新人球季的春训期间 替代了发生流感的Fly Lewis 加入了一军训练营 在正式比赛开始后 被转型为位野手 在二军比赛中 打出了2x82的不错打击成绩 让他在9月14日有机会上一军比赛 在对阵独卖巨人的比赛中 第七局上场作为代打 进行了一军首秀 从为广岛高中新人 自1999年冬初会议以来 所谓新人球季晋升一军的球员 最终 他只出场了11场一军正式比赛 缴出0.083不到一层的打击率 隔年2014年是林木成也重要的一年 尽管只在一军出场了36场比赛 但他打出了高达3x44的高打击率 同年11月 他被选为第一届2EU棒球世界杯的日本代表 在这个比赛中 他作为日本的中心打者 祭出了4x23的高打击率 或选为最佳打者 并且作为外野手入选的最佳9人阵容 2015年开始 林木成也成为球队固定先发 并在2016年到2020年间 成为日子史上继王争治 若和博满之后 第三位连续6年打击率3成 以及25方的球员 拥有稳定而高效的打击率 同时拿过两次打击王 两次上蕾绿王 五次外野金手套 以及六次外野最佳9人 也成为度入选明星赛 展现了超高冷气 2017年林木成也被选出参加 第四届世界棒球经典赛 年仅22岁的他 成为当年最年轻的野手 总共在经典赛出战5场比赛 但表现不佳 打击率2成14 时次打数仅3只安打 也没有任何全雷打或打点记录 但这次的赛事也让林木成中 获得不少宝贵经验 2019年他入选了第二届 世界12强棒球赛的日本代表队 25岁的他 在本届赛事担任不动4棒 不仅连续三场比赛击出拳雷打 从首战其八战全部都敲安打 这届赛事 他的打击率为4成44 三发拳雷打 13分打点 独下大会三冠王并获选MVP和最佳9人奖 也打破2006年经典赛双版大福 2017年经典赛史卓曼的26岁记录 成为经典赛和12翔史上最年轻的MVP 2021年东京奥运棒球赛 林木成也再度入选国家队并扛下第四棒 但这次表现不佳 最后只脚出1x67的打击率 18打输中只击出3次安打 尽管如此 日本队还是顺利摘下金牌 后来2023年第五届世界棒球经典赛 原本被寄望扛骑中心打线的重任 最后因为左斜机紧绷辞退经典赛 根据MLBTL的Steve Adams报导 林木成也可以成为一名 每天先发上场的大联盟选手 是出色的防守球员 拥有强有力的手臂和足够的能量 可以在大联盟阵容中担任周星打者 球探报告也指出 尽管许多日本的打击手保持手臂在身体内侧 并对球采取短而直接的挥棒入境 但林木选择了更适合 现代美国直棒比赛的打法 将球猛烈地往上打 形成左外野或左中外野长打 偶尔也能打向右外野 他的原始力量超出一班 并且他的比赛力量也在平均以上 一旦他适应了大联盟的投球速度 他应该能够发挥出来 林木的起跑速度很好 并且在右外野有出色的活动范围 他是一名防守能力超过平均水平的球员 拥有超过平均的倍力 即使在攻击低迷时 他也能提供防守价值 林木因为年龄增长而速度下降 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能有20到以上 但他的男人无而倒雷 2022年3月18日 林木选也与芝加哥小熊队签下了一份为期五年 总额8500万美元的合约 合约包括对所有球队的交易拒绝权 纯训期间打击表现不佳 所以他在这期间也不断调整打击姿势 例如原本高抬腿的打击姿势 但在不同情况下 他也会转换成No Stop的打击方式 即使林木热身在打击率不高 还是进入了开季名单 2022年球季林木选也出赛111场 脚出104安 14轰 46分打颠 打击率2x62 上磊率3x36 汉长达率4x33的成绩 乍看之下 成绩称不上是明星等级选手 但是8月21日后 林木选也搅出打击率3x15 上磊率3x92 常打率5x14的超优质成绩 在8月21日后 120打席以上的打者中 他的WC Plus是155 位居国联第8名 大联盟官网指出林木选也在球技后盾的表现 显示他突破球技中盾的状况 并了解想在大联盟生存该做好哪些事情 今年开季林木选也因为左斜姬拉张 直到本月14日才复出 并在首次登场就打出一发初速106.8英里的阳村炮 宣告正式回归赛场 接下来的比赛手感持续发烫 一直保持不错的打击率 看起来经过去年一年的洗礼 已经十分适应大联盟的投手 林木在大联盟的打击表现 2022年对直球的打击率高达3成14 似乎大联盟平均超过150公里以上的直球 对林木没有什么影响 但变速球的适应却不胜理想 仅有一层76的打击率 今年在直球的掌握度还是很高 有高达4成的打击率 但是对变速球一样没有改善 打击率甚至不到一层 另外卡特球与Sweeper也都打得不好 这也是林木选也未来的一大课题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哦